其实刚才说的两只9955或者2297 医疗相关的股份 大家可否考虑一下 或者作为一个小注买入呢 其实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新股都有一个压迫确定性 跟之前6月中那段时间 录了新股上市的时候 那个气氛方面稍为不同 特别是突然间快狗打车 可以跌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这个相对上可能对于大家 认购新股的时候 都稍微有一些戒心 现时似乎新股的表现 未必受惠于港股整体的良好的投资气氛 我想都是看个别股份的状况 尤其是一般来说 股份除了散户有持住之外 都是偏向大户 所以都很视乎到底大户 他们的投资取向是如何 如果你说又是很急着来沽货的时候 可能都未必是有一个好的表现 当然近期上市的股份来说 即是招股的股份 倾向上的招股价来说 就会比较上是定位是保守一点的 就比起之前就非常强旺的时候 那个定价方面就会比较偏高 所以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部署来说 招股价定位就刚才说的股份 普遍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吸引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说撇除一个短线的考虑的时候 中长线来到去部署 我觉得都是适合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跟以前原有的策略一样 都是想着去短炒而已 可能就用现金来到去抽就会比较上是适合一点 是的 Thomas就都很出名就是说 对那些供求 譬如说他放了多少在Cornstone的投资者那些 那些都有几深入的分析 譬如刚才那三只的话 你觉得哪一只是有大升幅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呢 其实就现阶段来说暂时就难一点来到去估计 正常来说如果你说有基石投资者参与 本身已经有些吸引度 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基石投资者占招股规模的时候 就去到五成或以上的时候 就会吸引度相对上就会更加高 但是近期上市的股份来说 其实个别都有这些特质在 正常来说都是对于股价表现 是有一个稳定或是有一个上升的条件 但是出来的股价都未必是一个合乎预期 所以变成我们尝试用一个 这个街货集中度的一个向度的策略来看的时候 可能未必真的可以预期得到股价表现是会强势 当然正如刚才Wendy所说的 那么近期医疗相关的板块 相对上那个吸引度都会比较高 变成可能到他们上市的时候 如果仍然是保持整个板块的表现都是利好的话 可能股价表现又会有些惊喜给大家 但是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在惊喜当中的时候 有机会都是比招股价高15-20% 就是不同之前是一个全盛期的时候 可能一上市就已经高出五成或者八成 暂时就不适宜有这么大的希望在这里 所以三颗当中来看的时候 可能医疗类的就会比较吸引一些 至于是物馆类的股份 可能都是一个平稳上市的格局机会大一点 嗯 好啊